那么具体到医疗队来说 我们每支医疗队基本上是根据指导方案 落实科学的分区分级的防护 像我们队来说 我们队就实行了一个叫四言管理 那么哪四言呢 一个是严格的规定 然后严格培训 严格执行 严格督察 我所有队员都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过关之后 才让进隔离区工作 那么同时呢 我们设了一个专职岗位人员 这个人员我们叫PPE专赶 就个人防护专备专赶 他就负责为所有队员准备防护物资 这个检查防护物资的质量 指导队员进舱 进隔离舱之前的这样穿戴 同时起到一个这样的读查作用 那么我们队里也严格规定 进隔离舱 出隔离舱 必须两人同行 两人同行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在隔离舱内工作的时间 就每一个班次的时长 我们就调整到四个小时 同时 那么针对这个 有可能在隔离区内 出现一些意外的这样的暴度的情况 我们也设立的这样的 有效的应急的处理机制 从具体的执行情况来看 我们结束这个武汉资源任务返回以后 我们做的这个两次核酸检测 一次抗体检测 全部都是阴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